好热闹的音乐 但不只要跟着老师做动作 还要认真听 今天带的这个音乐照顾 其实就是用很简单的律动 然后很动听的音乐 去唤醒它 让它觉得说 它的身心灵都觉得非常快乐 近70位的长辈 来参加两个月一次的乐龄课程 阿公阿嬷动手动脑 让自己年轻起来 要说年纪大了会有怎样的不方便 这些小学生正在体验 戴上甲法 重点是遮住声音的耳罩 还有阻挡视线的眼镜 他们能把这题目 奶奶我帮您提东西18个字 完整的传递下去吗 帮你提东西 你坐下来 我帮你捶捶背 拿东西 你坐下来 我帮你捶捶背 一个传一个 结果答案是 跟你买东西就好 因为我觉得落差很大 有 回家要对长辈好一点 透过实际的体验 发现长辈的不方便 不一样的课程 但重点都是要提醒 放慢脚步 用心关怀 身旁的老人家 大爱新闻高雄屏东 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